这可不是谁家的厨房炸了 而是盗墓贼在开启盗洞 盗墓贼与老大立刻带人下墓 孟教授文勋带人赶到 他担心与老大等人破坏墓葬 执意要下墓追人 苗飞飞还怀疑庄瑞是卧底 索性把两人靠在一起 这才和孟教授一起下墓 此时的与老大等人 正拿着手电筒小心的前景 秦宣兵通过摄像头知道庄瑞也在那里 便告诉与老大不许伤到他 否则一分钱也没有 孟教授等人进入墓穴 发现这里保存的极为完好 这时苗飞飞发现了于老大等人 他立刻拽着庄瑞追了上去 逃跑的于老大一伙人 不小心踩到了机关 触发了机关石门 而追击的苗飞飞也踩到了机关 庄瑞立刻发动黄金铜 看到墓顶的机关正在转动 他立刻扑倒了苗飞飞 尖锐的铁棍扎在地上 两人左躲右藏惊险万分地逃过一劫 孟教授带着人姗姗来迟 看见二人安然无恙 这才放下心来继续前进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于老大触发的机关石门 众人只好四处寻找机关 此时庄瑞又发动黄金铜 看到了石门中的机关 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孟教授 孟教授让人教授一起按机关 一 二 三 别人没事他俩又中了陷阱 庄瑞大声呼救 孟教授才得知他们掉进了密室 密室中空间狭小 苗飞飞患有幽臂恐惧症 开始身体发抖四肢无力 伏不双致祸不担心 密室中又开始出现防盗沙 很快就没到了膝盖 庄瑞请求打开手铐 但苗飞飞却一不小心把钥匙掉进了沙子 情急之下他只好开着一个人双口 冷静下来的庄瑞发动黄金铜 仔细地观察四周 终于发现了隐藏的机关 他急忙跑过去 用手扒开周围的沙子 最后拉动机关 流动的沙子停了下来 密室的洞口也打开了 同时还打开了一道石门 孟教授等人急忙赶下来 他们惊喜地发现这是通往主墓室的门 大家激动地走进墓室 孟教授还从这里发现了冯生传 也就是冯泉的传记 庄瑞对这个人很感兴趣 毕竟自己和他一样拥有黄金铜 而这时苗飞飞听到石门后有动静 庄瑞发动黄金铜 看到门后是于老大放的炸药 在爆炸的一瞬间 他赶紧扑倒了苗飞飞 于老大等人赶紧逃跑 用枪打倒了上边 他让兄弟们分头逃跑 而醒来的苗飞飞赶紧追人 庄瑞也紧随其后 他们一路追踪到婚礼现场 眼看被发现的于老大立刻挟持了新娘子 关键时刻 庄瑞用黄金铜看到于老大枪里没子弹 他主动走到枪口下 这可是你自己吵死 而这时苗莽想启动炸弹杀人灭口 但庄瑞用黄金铜看到了炸弹 在爆炸的瞬间 除了庄有点花没有别的问题 但与老大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回到北京的庄瑞 从黄甫云那里知道他被坑了 在他参加会展时被人恶意撞了一下 一步流神就打碎了一件展品 钱老板向他索赔了两百万 而这一切都是徐伟的安排 因为他看不惯庄瑞和秦宣斌走得太紧 得知一切的庄瑞并没有责怪黄甫云 而是在第二天带着人找到了钱老板 他要和钱老板来一场赌约 在一个小时内 他会找到钱老板这里最值钱的物件 如果做不到就给钱老板两百万 钱老板当即答应下来 倒计时 开始